欣欣, 這裡漂亮嗎? 漂亮 我這些歐高榮的人 特地帶你去行山 是否覺得我有點不同了? 別人來行山 就是為了呼吸新鮮空氣 拍攝美景 你帶我來行山 就是為了打卡壓力 說這些, 你不是也一樣嗎? 不過只有我們兩個就不夠 我怕我們拍照不夠漂亮 我有個朋友拍照很厲害 真的嗎? 對, 他拍照很漂亮 James 早安, Greg 早安… 你好, James 你好… 欣欣, 這位是專業攝影師James 我知道你今天特地選了一條 很好的行山路線給我們 其實大帽山是全港最高的地方 是 風景很優美, 也很容易走 今天你們帶了什麼裝備來? 我今天帶了蚊帕水、遮蓋、防曬 膠布等, 我也有在一起 我帶了欣欣來 你有沒有帶相機? 我知道, 有… 手機… 手機, 手機也沒問題 我有帶相機, 我有帶相機 不過小部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差一點 沒問題的 其實拍照最重要是方便 就是自己手 手機有手機拍照 相機有相機拍照 相機對於有要求的人士 非常適合 我自己挺喜歡拍照 行山就差一點 因為我比較怕走太遠距離的路 因為我不太夠體能 我覺得行山打卡有什麼看法呢? 這些是基本的 我覺得這是我出生以來的使命 是, 我一出生就為了來行山打卡 我拍風景相, 就一般般 因為通常我都是拍人多一點 或者別人拍我多一點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了? 我們來到大帽山 我一定要介紹一點大帽山 大帽山是全港最高的山 有957米高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位置 大概700米左右 我們稍後會走到上面 可以有一個很開陽的觀景 還有我看到沿路上來 也不是很難走 其實… 很簡單, 只有一條車路 對, 沒說有很… 不用… 要去爬山 今天畢竟都來到這裡 也不是讓你們拍照這麼簡單 我們稍後沿路上去 每人一張 看你們能否眼觀到周圍的景物 找這棵樹出來 輕鬆 好像電影那些… 有些場景 有些精靈 也很漂亮, 是嗎? 是James的嗎? 當然了 行, 沒問題 好, 我們…不如走吧 好, 走吧 好, 走吧 James, 我們現在開始走 這個物理浩徑的第八段 是嗎? 沒錯 我想問一下, 其實要走多久? 大概半小時至七個小時 是不是? 你走而已吧? 不是我們吧 是嗎? 好像是這棵 是嗎?好像是 是不是樣子了? 告訴你什麼叫攝影, 我跟你說 這傢伙很浮誇 你這叫有姿勢, 沒實際 你懂什麼? 行, 敬為天人 我的張吧, 剪刀 完成了… 你是不是撿上了… 完成了… 好, 先看看… 這張就是我的作品 你選這張 我選這張 是, 為什麼你這樣拍呢? 因為我剛才看到顏色的陽光 是 我打算參考你一點 有光透進來的感覺 另外, 我白平衡調較了藍一點 為什麼? 你又說我撿上照片, 你自己也選擇 不是, 你看他打 是上次的設定 我希望它有一點靈異的感覺 可以的, 我們再看Yan的那張 很緊張 等等, 正在選擇… 我選這張 這張 為什麼你要這樣拍呢? 想聽聽 對, 因為我覺得… 有點像我那張 但是… 聽得到… 這樣才不好… 為什麼我會輸? 我覺得James偏心 不是, 開玩笑… 我技術不如人嘛 Fred拍照比我的經驗多, 對吧 而且James說我照片跟他很相似 我本身以為就是要跟他認得相似 然後才能滿足他心中 想像中最美麗的畫面 但原來不是 因為他覺得我不夠創意 這件事我也覺得自己差點 起碼下次再努力 我們繼續上去了 去… 出發 我們看上去看到那顆球球 我們現在走上去 球球球… 可能有點遠 去吧, 走吧 James, 我們現在來到一樓市分 我們是否站在這裡拍攝時間? 當然了 我們今天遇到一個不錯的日落 這個, 這個, 好嗎? 好, 好嗎?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了 是 待會兒可以看看成果 對 你會看到山脈的層次 對, 看到了… 很漂亮… 對, 如果遇上燒天的時候 可能要拍攝更多天 這個時候, 廣角鏡就有幫助了 它下得很快 也很快, 下得很快 是 對, 所以是分秒幾張的